史上最贵车祸 14辆超跑变费 日本山口县下关市高速公路 前天发生一起连环车祸 最令人垂心肝的是 这次连环追撞的 共有14辆价值昂贵的高级名车 其中包括8辆法拉利 3辆兵士 和1辆南保坚尼 估计总价约1.2亿台币的超跑 就这样变成一团废铁了 警方调查 这个车队有名60岁男子 驾驶的法拉利跑车 撞向分隔岛 才导致后方大追撞 所幸只有10人 轻伤送医 但看看车子都撞成这副德行 引擎室竟然好保无伤 难怪这些超跑 如此令玩家着迷了 动新闻有钱也想买一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